所以刚才我们做了两个结果 合成一个定理 由于这个定理 我已经知道是这些可计的性质 就是我们平常碰到的那些连续函数 随便在随便一个区间上面 因为他们的事实上都是在整个R上面都是连续的 所以在随便一个区间上面 他们都是可计的 那这个函数是我们的高斯符号 那这个函数我们的高斯符号 当然就是一个monotonic的函数 所以它也是可计的 那虽然它不连续 但是它是递真的 那以基于我们的一个函数 比如说是01 它是 这个地针可以相等的 这个地针是可以相等的 那 比如说是这样子 它0到21的时候是等于0 21到1的时候等于1 那这个当然也是可计的 它是因为它是monotonic 那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那 所以事实上不连续的时候呢 如果你 如果你是递真的都是可计的 那如果它不是递真的 有没有可能也是可计呢 那下面我们这个定理呢 就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 只要 简单来说是说 只要你有有限个不连续点 所以你的函数呢 基本上是连续的 你是这种的函数 你可能是 换句话说 你是个分段连续的函数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就是你 再加上你是bounded 那也是可计的 那这个是重要啊 因为 我们事实上有时候 会碰到这种的 这种的函数 当然了 这个积分的效果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 你的积分呢 事实上是等于 各段的积分的总和 不是吗 所以它是 等于A到Z0 再加F 再加Z0到Z1 F再加Zn到B的F 在这个积分 我们做到是这个样子的 那连续函数是可计的 如果你有几点不连续的话呢 你还是可计的 事实上如果你有无穷点不可计 如果你是 这个可计点是可数的 不可 再来是 你的不连续点是可数的 还是可计的 我们事实上还是可以证明的 那 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但是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个定理的证明 我想我要下星期一才跟大家说 所以这个是 这个定理的Prove Later 我下星期才给大家证明 我要接下去 就是说 下面那个课题 就是说 好了 你判断了这些 这几类的可计函数 积分是什么 怎么求 在那个微积分基本定理出现之前 我们怎么求这个积分 那我们就有 另外一个定理 去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Question就是说 如果 F是Integrable了 你判断了 可是它的积分是什么 我们 都懒惰的 就是 一般我们都写 应该是 写上是这个样子 但是 写上这个样子 已经是将 所有重要的资讯都 都放出来了 所以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 那 那 我就有以下的 一个定理 那这个定理呢 教科书上是没有的 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点离开了那个教科书 叫做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 冠上两个 当然两个伟大的数学家的名字 他们呢 中间隔了一千年 不止啊 可能是一千五百年起码吧 那怎么可以联手呢 创造这个定理 我想都是一个荣誉 架在他们的身上了 这里呢 又是给一个等价定义 F是Integrable on AB 弱且为弱 我找到一个sequence of partitions 我不只有一个 我有一串 一串partition 我叫做P 对我还是叫做PN 这个是sequence来的 使得呢 我的limit 我的aparsum减若三的那个 aparsum减若三的那个量 这个量呢 是一个时数来的 那这个时数是去向0 所以这个是个数列 它是去向0 那这个当然我们可以预期的 就是说 你的partition越来越精细的时候 你这个PN 当然是一个越来越精细的 的一个partition 那 它有 它有极限的时候呢 就是可击的时候呢 它是越来越接近0 是这样子 还不只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 就是in that case 当你的等价成了以后 我这个积分啊 就是 等于 这个uppersum的积分 这个uppersum的limit 或者是 这个lowersum的limit 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法 去找出这个积分的量 这个所谓的曲线底下的面积 在我证明之前啊 我先讲一讲这个定理是怎么用 它用处还 我有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定理 尤其是 就是说 它可以帮忙我们找积分的 它一方面可以判断可积 另一方面呢 可以帮忙我们找积分 这两个例子都蛮好的 就简化了我们的一些流程 简化了我们的一些流程 我们今天做了例子来说 才来证这个定理 sorry 所以是example 所以刚才 所以刚才在习题来说呢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要判断它可积呢 大概就是因为它是monotonic 所以它是可积的 可是积分是什么 只要靠这个定理 只要靠这个定理 所以我要先告诉大家 这个定理是怎么用 那 你就可以比较方便写这个习题 第一个例子呢 是简单的 实际上我们大概都碰过了 在做这个例子之前呢 我要先就是 现在是开始就是有一个定义 现在就是越来越多时候 会用到这个所谓的regular partition 我这个是潮写pn 潮写p 这个跟这个是 一般来说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sequence of partition 就是这个partition可以是非常古怪的 不是平均的 我这个呢 就是平均的 它是等于所有的 x0 x1 它是刚好就是n对照于n点 n加1点 切成n格 每一个就是平均的 所以是 我将b-a切成n格取i格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delta xi当然就等于b-a除 n 都一样的 for all i 然后x0是等于a xn是等于b 那这个叫做regular partition 以后呢 我一写 在ab上面有一个regular partition pn 那就是这种了 应该是很清楚吧 就是平均分 比如说这里是 这个就是四格 所以这个是p4 是这样子 那 当然它是一个最自然的 最自然的 一个一类的partition 那 是 我们 要 要 说 f是integrable 要找一串的partition 事实上这种regular partition 就是最自然的选择 那你就 如果 我能够利用这个regular partition 能够说明 就是说 uppersum-gen-lawsum 是limit是去向零 那就 就是可记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 刚才的 这个第一个例子 就是fx等于x平方 我就考量这个regular partition 我不写那么多了 我的 所以是 omega f pn 这样子写 就是regular partition 对不对 所以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summation的 所谓的 omega i delta xi 那你的omega i是什么呢 omega i相当于就是说 是我的右端点 xi平方 减掉左端点 xi减一平方 这个就是 因为它是递真的 它是递真的 然后我的 well在哪里 简单01 所以你的总长度是等于1 所以每一个那个长度呢 就是n分之一 是这样子 当然这里再写出来 再写清楚一点 那个xi跟xi减一 事上是也是 也是 清楚的 它就是等于 n的平方分之i 然后n平方分之i减一平方 分之i平方 然后呢是i减一平方 因为我的xi呢 事实上是等于n分之i 按照我这边的那个运算呢 xi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是总共呢 我有一个n四方 n三方 有一个n平方 从这两个项走出来 那再加上这个n 然后i是从1到n 那 这个差异就是 也不难看得见 就是等于 两个 两个i 就是两个i i的总和就是 n n加1 除以2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 当n大的时候 当n大的时候 就去向0 sn去向5重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所以 我们这个 regular partition 这个pn 就满足这个条件 那事实上当然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这个是连续 而且这个是monotonic f是indegrable 是没有问题 那我做这一串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pn就是 合法的这些pn 然后 它的积分 就是 就是等于 upper sum的limit 我事实上是目的是 要做这个 是这样子 那所以 我的积分 abf呢 就会是等于 我的limit of 这个 upper sum 是这样 那这个upper sum的limit 是等于 summation的 事实上是 n分之一 它的大mi 事实上就是右端点 乘以这个delta xi 是不是 就是大mi delta xi i的limit 从1到n 然后n去上无穷 所以是等于limit 那个是 这个是n分之一 这个是n平方 所以总是n三方 summation的i平方 n去上无穷 是这样 那i平方的总和呢 是知道的 是等于 就是n三方 分之一 然后就是六分之 n n加一 2n加一 是这样 那n去上无穷 所以分子有三个n 分母也有三个n 存在一起 所以你每一个都除n立方的话呢 分子就 就是这个n立方的 系数就是二 跟分母越掉 等于三分之一 这个就是它的面积 x平方 那这个计算就 就简单不少了 就是我们可以 真的是找到这个面积 利用这个 所谓的阿基米的 里曼定理 所以前面的那一段呢 事实上是 好像是有点多余 但是是要验证就是 我这个pn就是 所谓的合法的 这个pn 后面的才会follow 你不是随便一个pn就可以 它的limit呢 就是我们的 那个积分的 曲线底下的面积的 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这个是更有趣的 而且这个例子也是非常经典的 哪位同学可以告诉我 什么叫tommy函数 tommy function 或者是叫riemann function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的 讲连续函数的时候 有讲过的 它是一个函数 无理数的时候是连续 有理数的时候不连续 所以它不连续点是无穷点 无穷多点是不连续 但是也有无穷点是连续 所以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已经讲了 所以这个是叫tommy函数 也有人叫它叫riemann函数 它是有理数的时候 它写成q分之p 那个是in simplest form 意思就是说 它们是互值的 pq是互值 它们是整数 那它是等于q分之一 然后无理数的时候是等于零 所以这个函数呢 它有无穷个不连续点 因为它有理数的时候呢 都是不连续的 可是呢 我现在要说 它是可记的 所以这个4.6所说的 有限个 这个不是极致 有限个不连续点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状况 但是它不是最极致 最极致的 有可数点不连续的 都可以保证 都可以保证它是可记的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利用这个4.6呢 这个例子是蛮简单的 去可以去说明 它是可记的 那这个就当然是一个 也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是这样子 还记得这个函数是怎么样子 这个函数是 它是零一 然后呢 它是取分母 然后二分一的时候呢 三分一的时候呢 是这个 那四分一的四分三的时候呢 是这个 那五分一的时候 一直 当你的分母越大的时候 韩十字是越小 在底层呢 就是密密麻麻的 我们那个时候呢 就是能说明了 它是 这些五理书呢 一个个的掉在上面 所以呢 它附近有很多有理书 所以不连续 所以像你用sequence的看法 就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了 不可能连续 可是有理书是连续呢 就比较复杂了 你要epsilon delta 要小心看它 才可以看得清楚 主要是说 你有理书的时候呢 跟它距离远的一点呢 事实上都是有限个 那所以我只是要将 那个delta弄小一点 我就将这些有限个 距离远的点呢 给它丢掉 给它隔离 那剩下来的都是距离很近的 所以连续 是这个意思 好 讲可机呢 实际上是有 也有两个方法 一个简单的方法 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 是这个样子 一样的 掉的高的点啊 它的积分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这个函数的积分是等于零 这个等于我们要证明的 事实上就是这里出来的 那积分等于零 就是说历史有理书不是掉在上面吗 你这个是mi 你那个所谓的大mi delta xi是怎么样子 那一样的说法就是 我 我事实上呢 这个upper sum呢 当你的点越来越密的时候 是越来越小 那麻烦的地方就是这些掉的高的点 可是呢 掉的高的点 就跟之前的说法一样 基本上都是有限点 如果有限的话呢 我就是可以用一些很小很小的宽度的区间 使得它的核呢 不大 它的核可以控制的蛮小的 给定了 比如说epsilon给我 我就用一半的epsilon 平均分晒这些大的点 那其他点呢 都要小于二分之epsilon 那超过二分之epsilon的点呢 我就是用这个宽度 用这个position的这个宽度呢 去控制它 使得它的面积呢 不会太多 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要叙述的话呢 就也蛮麻烦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利用这个 Archimedes Riemann Theorem呢 有一个 也可以说是蛮悬 但是很简单的一个论据 利用这个4.6这个定理呢 就可以说明 它是可积 而且积分是等于零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 这个说法是怎么样的 那留意哦 你这个 你用微积分定理 基本定理做不过去 这个函数是什么函数的 的微分啊 你要看它的原函数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鬼东西啊 没办法的哦 微积分定理帮不上完的哦 所以就是 就是这个办法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办法的 没有更好的 是那些比较好的函数 而那个类别 当然也很多 微积分基本定理 你才可以帮得上嘛 哦 是这样 那我就考虑一个partition 也是一个regular partition 但是不是任意的n 我是要选取 我叫sn吧 这个当然就是从1加 我不叫sn我叫kn好不好 从1当然是等于1加2加3加到n嘛 这个总和就是这个 那我考量的就是 consider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sequence 我不是所有的regular partition 但是是一个regular partition的 一个subsequence 是这样子 这个 我考虑这一串的regular partition 那 好啊 那就 第一个当然就是 要 要说明他们就是满足 我们这个 阿卿米迪斯林曼Theorem的 这一串的sequence 那其中呢 你当然知道就是说 这个xi就会是等于 在这个pkn来说呢 xi呢 就会是等于 n n加1 除以2 第i个 对不对 那然后deltaxi呢 是固定的 是 是等于这个 那我的 我很明显就是说 obviously 就是这个lower sum 对于这一串的regular partition 它lower sum是什么 它的lower sum是 summation的小mi delta xi 那 它无理数是等于0啊 而且无理数是dense 所以 事实上你任何的小区间 都有一个无理数 所以 你的小mi什么 一定是0嘛 这个是一定是可以的 因为无理数是dense 那 所以 我只需要说明 这个upper sum呢 是7上0 我就做完了 我这个claim claim是什么 就是这个upper sum 是7上0 如果 我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upper sum减弱 sum 当然也是limit 是去向0 那 然后你的积分 就是0嘛 就是弱 sum的limit 也是upper sum的limit 就是0 那就是 这个命题就 就OK了 它就是integrable 积分等于0 所以我事实上 就是只需要做这个 那这个upper sum呢 就小于等于 所以事实上就是等于我的 我的大mi 所谓delta xi delta xi是很清楚 就是等于 n n加1 分之2 而只是我这个 大mi 是怎么样子 也没关系啊 大mi我就找出 我最大的那些树 这个dmi 最坏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最坏的状况就是 这里站一格 每一个这些高高 掉在上面的那些 每一个都站一格 就这样子嘛 那所以 甚至我可以这样子的 每一个都站两格 比如说 刚好 你的1 是 1当然是站一格 可是1分之1可能是 在两格 两格的中间那个点 所以它既是左方的maximum 也是右方的maximum 是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 大方一点 让它站两格 所以是2乘以1 我这个2呢 我干脆就写在外面 然后是1 再加1 就是最高的这个点 2分之1 是次高的点 3分之1 有几个点 有两个点 一个是3分之1 一个是3分之2 它的函数值都是3分之1 然后4分之1 顶多3个点 事实上它只有两个点 在我们的这里来说 但是我就给它弄 最后呢 n分之1 就是 n减一个点 我这里数下来 总共有多少点 大家可以 可以 我看 事实上就已经 一定是够的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 不可能超过这么多的 我事实上 1 只有一格 只有一格 然后这里是 代表一格 两格 1加2加3 一直加到n减1 然后我每一个都算两次 那这个 这个合起来 当然我知道这个数是多少 这个是n乘以n减1 对不对 我说这个是 当然是比这个 n n加1 除以2 要来的 要来的 大 是不是 因为 我算了两倍进来了 这两个相减 当然是 当然是 比较大 对不对 你这个左边 左边扣掉 右边 我想不用多说了 这个是一定对的 那 所以 你总共 总共有多少格 你这里总共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么多格 这个partition 就是要这么多格 那 现在你将所有最高的那些点 都选出来 所以 你的upper sum 不会超过这个数 好 那这个数呢 你再算清楚一点 是 是多少 事实上每一个都不超过1 总共有多少个 总共 从这个 1做分母 2做分母 3做分母 4做分母 一直到n做分母 所以总共是不超过 n个1 加在一起 就是这个数 所以 我们的结论就成了 对不对 我们的结论就成了 那 所以我的f呢 by这个4.6呢 f是integrable 而且呢 这个积分啊 一定是等于零 那就 写完我这个命题了 这是4.7啊 所以这个 事实上时间也差不多了 当然在这里的应用是 是重要的 所以这种的sequence呢 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个名称的 我们叫这个 这些pn 就是 我们叫 你可以看成是这个 定理的一个remark 我们这个pn 叫做所谓的 Archimedian sequence 而最重要的这个 Archimedian sequence of partition呢 就是我们的regular partition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验证的 它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好的性质 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核 这个upper sum的这个pn 事实上是不简单的 要小心的做顾忌的 那 所以我们要选取的 不是所有的regular partition 而是它的一个subsequence 才会work 那这个是这个例子是很特殊的 现在这样子写 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了 如果按照我刚才第一个想法去做的话呢 我才写一个黑板的 一个黑板才给它写得清楚 那个不是那么 那个论据是要很小心 要算得非常清楚 那现在呢 是比较简单 那我想我今天就来到这里 那我今天我们的定理四点 六根四点七的都还没正 那但是 它们有它们的意义 而且这个四点七是一个 蛮好用的那个定理 那我预期啊 我预期下星期我们就可以讨论 维基分基本定理了 下星期三我们就可以讨论 维基分基本定理了 我们的最维基分最重要的定理 就会出现 就现在的工具呢就够用 好 我今天来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